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 我是童文勳 應這個觀眾朋友的要求 我今天就來談談馮滬祥的性侵案 馮滬祥這個人呢 他當然大家都知道他的生平嘛 我們可以從維基百科可以看到 馮滬祥的重要的生平的記事 因為他去世七十幾歲去世嘛 那可以看得出來他在這個七十幾年中間 其實他算是少年得志 他事實上我們看一下維基百科的這樣的一個 他的生平 那我們請導播進來 根據這個維基百科的記錄 馮滬祥是1948年5月8號出生的 那2021年9月25號去世 那他是東海大學化學系畢業 可是呢 他在1972年到1973年台大哲學系的這個事件裡面 他以學生的身份 逼迫台大校方屈從壓力 那讓這個台大哲學系的系主任跟教授 有十多位師生因此遭到診肃 這個是很有名的台大哲學系事件 那後來呢 馮滬祥在1974年取得台大哲學系的這個碩士學位 然後又去美國波士頓 大學拿到一個博士的學位 而且在1979年啊就進入 總統府擔任外文秘書 那所以這個 這個經歷啊 剛好就是蔡英文 他到紐約去求學 然後那時候美台斷交 然後蔡英文留在那個康乃爾 連續念了兩個LM的這個學位 這是非常不尋常的 那所以後來有一個說法就是 蔡英文為什麼能夠進入政大 謀到這個教職 有馮滬祥的角色在裡面 那從馮滬祥他當時在1979年 進去總統府擔任外文秘書 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的確有可能馮滬祥曾經參與其中 那這個傳聞我們看到有陳文倩的說法 有這個學界的說法 馮滬祥應該有一個角色在裡面 那我們今天來看 為什麼馮滬祥這個性侵案到最後 能夠假釋 那有很多人認為說法律之前不應該人人平等嗎 其實我覺得這只是一個理想 我們來看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這句話是從哪裡來的 也請導播進來這個截圖 所謂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呢 事實上是在公元前552年 有一個波斯人 他的名字叫做歐塔涅斯 我們不太容易記得這個名字 就是波斯人歐塔涅斯呢 最早這麼說的 他說人民統治的優點 首先在於他最美好的名聲 那就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那要做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呢 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人權宣言 世界人權宣言的第七條啊 就這樣一個說法 那法律之前要怎麼樣平等呢 世界人權宣言言行導播進來這個截圖 法律之前的人人平等呢 就是在於我們享受啊 法律的平等保護 不受任何的歧視 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 以免受到違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視行為 以及煽動這種歧視的任何行為之害 所以基本上就是 每一個人在法律審判 面對審判的時候呢 他都可以享有什麼呢 公開的審判 聘請律師的權利 檢視政務的權利 罪夷為親的權利 這些都是平等的 可是因為每一個人的社經地位不一樣 你可以動用的律師 你可以花錢聘請的 找到的專家證人 都不一樣 非錢莫辦 那 只要你願意花足夠的代價 禪送 拖延訴訟這件事情呢 事實上 是可以比較容易達成的 然後時間就拖拖拖拖拖 拖到 你可能又產生了很多的證物出來 然後訴訟如果禪送非常的久的話 事實上到最後呢 我們都會傾向說 已經這麼多年的 訴訟的折磨 那 不需要再判很重的罪了 所以可以從原判 他其實 冯霧翔這個案子在一審的時候 是被判刑四年的 到最後反覆的有罪無罪的 這樣的一個 反覆的審理 到最後 確認幾件事情 這是我們今天可以跟大家來走完這個訴訟程序 他反覆的 有罪無罪 為什麼會有反覆的有罪無罪 關鍵就在證據 這個案子是在一個 農曆年的這個期間 那冯霧翔的家人呢 剛好都出門去了 那這個菲傭呢 在他們家 他們家為什麼能夠聘請菲傭呢 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那這個菲傭在家裡 剛好他做完家事 洗完澡 然後他 聲稱他控訴說 冯霧翔性侵他 那當時的第一時間呢 冯霧翔就找了很多的關係 去找當時大家都認為是一流的律師 想要來幫他打這個官司 那我知道他當時找了誰 而且是 在教育界非常有名的人 在幫他找律師來幫他打官司 但是很多律師接到這個案子之後 看過這個案子 那關鍵就是 要先問冯霧翔 到底真相是什麼呢 才有辦法幫你辯護嘛 那冯霧翔其實從頭到尾都矢口否認 他有性侵菲傭 他都說是這個菲傭呢 因為他太太管菲傭管得很嚴 所以菲傭呢就捏造證據 來誣告他 來報復他 那其實誣告罪是非常重的 那有沒有必要為了一個性侵的案件 事實上性侵在當時還不是強制起訴 那當時還是 告訴乃論的情況之下 那有沒有必要這樣做 他的這樣的一個辯詞 到底 他的委任律師相不相信 這個我覺得 這是他跟他的律師之間的關係 但我知道他當時找了哪些律師 那有一些律師呢 只給了建議並沒有出庭代理他 那他當然後來有 找了律師然後為什麼能夠纏頌12年 上到最高法院再發下來 其實這個中間其實相當折磨 我認為 然後再來是他要花很多的費用 來打這個官司 甚至到最後他所謂的保外就義啊 他還曾經自己出版的一本小冊子 來說他怎麼樣被這個司法迫害 所以其實冯文翔自死都否認說 他有性侵非傭 那我們來看一個所謂的國民黨培養出來的 這種政治金銅 這樣的精英 然後又是大學的教授 念的又是 雖然說大學的基礎學科是化學 但是後來是念哲學 還擔任過哲學系的 不是台大 其他的學校哲學中央大學的 應該是中央大學哲學系的系主任 那這樣的一個角色 又在總統府擔任過工作 他為什麼本質上面 後來擔任新黨 曾經跟李敖搭配競選總統 政府總統這樣一個職位 那為什麼會 深陷在這個性侵的疑語裡面 那這個案子到最後 已經判刑定驗了 所以他有幾個 證據 關鍵的證據 那他否認 而且冯沐翔現在已經去世了 所以只能讓證據說話嘛 那這個判決其實你上網都可以找得到 去司法院網站是可以找到 因為這是公開審判的結果 那有幾個關鍵的證據 我們先看證據一 這個證據一就是 冯沐翔他主張就是說 所謂的性侵的這個時間 他正在打電話 所以呢 他把打電話這件事情當作不在場證明 因為不可能在幾分鐘之內他說他的主張是7分鐘之內 完成性侵的這個事情 那結果後來發現說他的通聯記錄呢 這中間有長達20分鐘的時間 事實上是沒有打電話的所以他自己主張的不在場證明被推翻了 好第二個關鍵的證人冯沐翔的家人跟親友啊 曾經幫他做偽證 結果這些偽證呢 這些偽證罪都確立了 那我們知道偽證罪喔 跟誤告罪一樣 大部分的偽證罪跟誤告罪如果確立的話 一般來說都會判刑 那緩不緩刑呢 就看這個人有沒有前科嘛 結果冯沐翔的親友 家人 成立這個偽證罪呢 到最後都用緩刑來處理 這個也是 司法面前 不是人人平等的一個非常好的例證 那 這是證據二 然後證據三也是科學證據 這個證據就是 非庸後來 冯沐翔 有是律師或是他本人 我不知道這個細節 但是有人跑到什麼 菲律賓 讓這個非庸呢 做了 影像跟簽了 就說翻供的這樣的一個書證 說他其實是誤告的 那你自己承認自己誤告 事實上要面臨台灣的刑事追溯喔 但是這個是已經纏送了很久之後 才弄出來的一個事後的一個所謂的翻供 可是 根據第一時間 好 非庸體內採檢到的這個機證 與事後的這個翻供啊 事實上是不符的 而且也不可能是 非庸自己去找到 這個一些 他可能是刑防之後的 這種應該已經死亡的這種精液 然後拿來塗抹 那不可能在子宮頸踩到 這個還活著還活的這種精液 所以這些唯物的機證 證明就是說 很多事情不是說 你要否認就可以否認 跟科學的證據是相違背的 所以馮沐翔的主張到最後 上上下下最高法院這樣發回 最後 還是 在高院就定驗喔 定驗呢 判他三年四個月 所以馮沐翔這個案子總共有幾個數字 好我們覺得這個數字也很有趣 我們就把它列出來 第一個他纏送了12年 第二個 他判行了三年四個月 然後最後呢 這個是最奇異的 就是這個司法的流程 走的最精液的騎航 大米航啊 最後他只有服刑85天 那其實整個纏送的過程呢 想想看從2004年一直到 2016年的10月被判刑 總共纏送了12年 12年 那都在 從2004年嘛 你說是在陳水扁的執政的第二屆 可是後來的8年就是馬英九執政 那馬英九跟 馮沐翔又是前後期 就是在總統府擔任秘書嘛 他那個馬英九是 蔣經國的貼身的秘書 英文的翻譯 那麼所以他們是熟識的 那政界的關係 法界的關係 馮沐翔也是不在話下 所以其實上上下下的過程中 曾經被判無罪 可是到最後被判有罪 是在什麼時間呢 是在2016年的10月 所以你可以說是在蔡英文的任內呢 蔡英文的任內的司法的法院 就高等法院 判了馮沐翔有罪 可是 馮沐翔只有服刑85天 就被緩刑了 就被 不是緩刑 就被因為保外就義的這個理由呢 就假釋出來了 那自此呢 他就逍遙在外面 又被周刊拍到說 跟那個辣妹啦 或是 正妹呀 一起去吃飯 好整天就到外面拍花照 還可以出版為自己喊冤的小册子 那這個時間總共多久呢 從2016年10月他只有入監 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出來了嘛 所以一直到他去世的時間是2021 2021年的就是去年的9月啊 他總共在外面拍花照了 將近5年 總共2017 1819 然後2020嘛2021所以他在外面拍花照將近5年 那終究是不敵並魔 所以我今天大標題是說 法律之前固然不是人人平等 可是呢 世界上還有另外一個法庭 我曾經跟分享過我在 職業的這個過程中 我真心認為 法院 人間的法院不是最後的法庭 最終你逃不過的 還是一個 事實就是事實 他沒有辦法 如果是冤獄也是冤獄就是冤獄 事實就是事實 那 人間的另外一個法庭的審判呢 你是沒有辦法躲得過的 那 關鍵就是 為什麼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可以得到 保外就醫 那當然 這個也跟你的 政治關係 社經關係有關係 就當一個律師 有一個當事人跑來找你說 我今天 終究被判刑了 可是我希望能夠很快的 可以保外就醫 可以出獄 我不要關 不要關那麼久 那這個任務要怎麼達成 再來 你 可能在 一開始的時候 他希望這個 證人 或者是 告訴人 這個被害人呢 他可以翻供 那我怎麼去努力讓他翻供 那這個這個過程中其實 很長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不要經過一個撤謊 像有一些 我知道上市三位公司 可能這個 董事長啊 非常知名的這些董事長啊 涉及內線交易 第一時間調查局可能要求他要做撤謊 那我知道這些事實上是可以有一些 很詭異的方式 然後 就可以 脫樑換 換住 讓你沒有辦法完成 測謊的 鑑定 那要怎麼做呢 好我們下一段進來 手腳冰冷 別煩惱 暖胃暖攻護腰 行動電源水擦即用 可水洗 可拆開使用 愛用者推薦 健康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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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们现在在浴室 浴室其实大概就是有淋浴间 有浴缸、马桶 然后有提炼台 最重要我觉得就是各种的毛巾、浴巾的使用 就是你如果在浴室里面阴干的话 它就会发臭 那所以我其实长久以来在还没有干妈妈之前 我长久以来我就是不喜欢使用毛巾来洗脸 我大概都是用泼水的方式 我是洗澡的时候把脸洗干净 然后平常就用泼水的方式 再用干妈妈把脸拍干 那正好干妈妈之后我就敢用毛巾来洗脸 那我介绍过了干妈妈它的原理就是 把电能转换成热能 然后它非常的节能 然后它因为有变压器 有变压器 所以呢是直流垫 非常的安全 使用上面节能安全是最重要的 它的使用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把它打开之后 包装打开之后呢 就是一个魔鬼沾 然后挂在这个杆子上面 现在我手摸这个杆子 都是温暖的 它利用一直发出微微的温度 大概就是五六十度 足以杀菌的温度呢 来达成 整个浴室也可以有烘干的效果 那当然浴室如果你长期就是 关的窗户没有对外 那非常的潮湿 那为什么它一点点的热能 在这边发散 它就可以达成干燥浴室的效果呢 就是因为只要有一两度的温度的差异 那水蒸汽水分 它会往比较冷的地方跑 利用这种物理的自然的原理就可以达到 那如果说是一般 你如果是小朋友啊 洗完澡啊擦干 那微微的湿润的时候呢 把它铺上去 那第二天你在使用的时候 它就是干燥的 然后闻起来也是香的 那我通常使用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做好几层的利用 就是浴巾也一样 有时候擦完头发 它有点微微的湿 那并没有弄脏它 所以我不会马上把它拿去洗 我就把它铺起来 好我就会这样把它晒干 好晾干 那闻的时候 你一闻就知道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汗臭啊味道啊 只有你所使用的肥皂 或者你使用的这种洗脸乳的香气 好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 这个干芒芒整个运用在浴室啊 我们说如果说你被找去要做这个测谎鉴定 那么事实上有一招就是让医生开药 那怎么开药呢 开那个药物啊 吃了会让你心率不整 那当你的身体必须要能够承受那种药物 让你心率不整 那所以其实测谎的机器 一开始的时候他会先测你的心率 如果发现说你心率不整的话 那就不用测了 因为测谎机他测就是问问题的时候 你的心跳 你的脉搏血压的这种起伏 说谎的时候 人的血压会有起伏 的这种习惯惯性 他会先问你几个问题 比如说你明明是男人男性 他要求你的答案是说我是女人 他要求当你说谎的时候 说的不是真实的时候 他要去看你的心理的那种反应 那当然有人说测谎机不见得会准 因为有一些人的心理的素质可能比较强 但事实上没有那么容易 大部分人是过不了测谎机的 就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看到说有一些人有办法通过测谎的这个机器 事实上是不太容易的 照着他的常规的方式来问问题的话 基本上心里都会有起伏的 好 那么因为吃饿可能心律不整的药 那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都知道这一招 那所以可能要先去测 可能要先厌血知道说 你有没有吃药物 那其实这个就是 你如果调局的关系够铁的话 那有人就可以帮你安排这样的事情 就可以直接从要做测谎鉴定的这个单位 直接就把你放过了 那这个都是我听过的故事 到今天为止 调局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我打一个问号 但是历史上曾经发过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吗 不平等的 那可是我我认为 每一个人应该 因为你犯的错就就你犯的错去承担你的责任 不需要硬拗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些人就不 他就从头到尾要硬拗 而且有句话是说你骗谁都不要骗自己 把自己骗到最后自己都相信了 那冯沪翔认为说 他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中国统一的大业而牺牲 他是被迫害的 他在写了一个小册子的时候 他是这样说 他曾经发表这个书面声明 那他也否认说 当时设局去搞到 为什么陈伟扁前总统会坐牢 曾经有过这样的牢狱之灾 就是蓬莱岛案的这个毁谤案件 这个案子他也认为不是他设局的 然后他也曾经有论文抄袭的问题 所以他跟蔡英文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由他引荐或是设法帮忙 或是转那封信 包括联系刘铁真 这个问题呢 到目前为止 留下的证人就是刘铁真本人 其实一个一个跟论文门相关的人 都一个一个凋零了 这对蔡英文你说是有利还是不利呢 我们觉得可以留给历史来做判断 时间总是最无情的 时间可以疗愈我们的很多的伤口 伤痕 时间也可以让很多事情遮掩的 设法想要遮掩的东西风化 然后水落石出 我最近看到一个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就讲到有一些小baby 小时候有这个小被子或小枕头 或是小玩具 然后呢 就后来一辈子都抱着这个已经 掉了眼睛 掉了鼻子的玩偶 然后已经破破烂烂的小被子 好不放啊 那我就说 其实关键在这里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 尤其是孩童时候 如果是非常幸福的话 那这种幸福这种温馨 就在那个寄托在那个小玩具 小布偶小被子小枕头上面 他可以陪伴你度过人生的所有的冲击 不顺 他可以疗愈你的一生 可是如果是童年的不幸福 不快乐 你可能要花一生来疗愈你的童年 我看蔡英文的问题 就是要花他一生的时间 来疗愈他的童年 那所以我们今天回来看冯沐翔的案子 确实我身为一个法律人 这种案子我们看多了 就是他有权有势 他有政经关系 所以呢 他会设法去用尽他的所有的政经关系 去拜托 去希望有人帮忙 然后大家来衡量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觉得有一些 事实上是歧视 有一些判断就是说 反正费用已经拿到钱了 已经和解了 然后他也回到菲律宾了 那这件事情也没有其他的受害人了 所以你没有必要一定要把他入罪 或是让他作奸 那判也判了 那他身体也确实不好 因为出狱之后五年他确实也去世了 所以就让他保外就医就好了 你摧毁一个人不过是摧毁他的名誉嘛 那案件已经确定了 那他的家庭基本上也已经毁了嘛 他的太太 他的小孩都为他做了伪证 然后也被判刑 虽然没有发先执行得到缓刑 但是总有一个前科在那里 所以他家庭也毁了 有些人是比较平等的 那有一些摄金地位很低落的人 你甚至把他网判死刑 都发先执行了 都枪毙了 你才发现说判错了 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司法改革要做的 要努力的 然后真正应该要被缓刑的 被假释的 被特色的 不去做 可是这种他会一直努力说谎的人 他就会得到 这样的一个保外就医的结果 可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固然伤害了司法的威信 司法也不需要有威信 你就做应该做的事 把当做的事做好 不该做是不要做 你自然就会有威信了 司法威信不是涂脂抹粉 不是擦擦抹抹把它搞出来的 那这个案子的确对于司法 就是民众对于司法的信赖 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可是他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现实 那在谁的任内 这样的一个案件能够保外就医 你觉得 这是司法部 司法院 或是单一的 发监执行的 所以法务部决定了吗 法务部是这么说 确实啊 那要看矫正署啊 他们医官是这样鉴定啊 医生这样鉴定 所以依照法条 我就把它放掉了 因为你把它关在监狱里面 监狱还要去弄医生 那可能会死在监狱里面 那这个是最后的人道主义啊 那管他后来出去外面爬爬灶 所以整个制度确实有他的缝隙 可以见封插针 但是这个真的是那么低的层级 可以决定了吗 要知道冯沪祥曾经是新长的党主席 他主张统一 他甚至还是从头到尾主张说 他是为了统一大业而牺牲 那这个对中共来说 这是好事吗 一个性侵犯 说他是为了统一大业而牺牲 而被这个司法迫害 政治迫害 那中共的伙伴 就这种卡销啦 这个层级绝对 因为这么高度的政治性的一个人物 这个层级绝对是非常高的 以我的经验 如果要谈这种保外就医的话 绝对是要有很多的人参与讨论 然后拜托 然后这种会议 通常还不能够 你大啦啦的跑去人家的办公室去开会 没有通常都约到外面吃饭 然后谈一谈这些事情要怎么处理 那前进后卸需不需要 通常是需要的 被拜托的人 有时候他只是卖你一个人情 就记账写在墙壁上 有一天也是要还的 未必是直接的金钱的交易 就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有媒体 像这个台湾一新闻 他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标题 我们请导播进来 这个标题就是说 这个标题说 蔡英文得政赐冯沪祥保外就医 所以这样一个标题 其实大家心里有数了 最后要不要让冯沪祥这样的人保外就医 那总是有一个人要点头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最高层级的人 相对的 我们看到曹阳京老师也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 对比冯沪祥的保外就医 以及陈月扁的不能够被特赦 他认为这样一个对比 对陈月扁是不尽的 可是呢 让人不得不做这样的一个比对 既然都是在蔡英文执政的期间 为什么他就是不愿意行使 总统的这样的一个职权 然后进行特赦 我说过了 其实相对于冯沪祥的案件 陈月扁的问题 有很多人不以为然 但我还是认为 一个正常的国家 对一个没有犯下 就是防害人类罪 就是残害人类罪的这样的一个总统 应该给予特赦 这个国家才会放下仇恨 往前走 但是蔡英文呢 他既然曾经在这些民团的面前说 要将这个陈月扁赌罪 怎么样都不可能在他的任内特赦他 那我们只好期待 好 随便自己要冲出来 好 这样的一个限制 那他年纪也大了 身体又不好 没有办法自己冲出来 那也就是他自己的决定 那或者期待下一届的 2024的总统 是不是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让我们国家可以走向正常化了 那所以法律之前虽不平等 好 我在看冯文翔的一生 我认为世界上不止一个法庭 终究冯文翔还是百病缠身 然后最后妻子小孩应该都跟他离心离德了 他这一生是为了统一大业而牺牲吗 我们只能把他当作是一则笑话了 OK 所以今天我来谈这个司法案件 其实我内心是沉重的 因为被迫害的是女性 最后被牺牲的也是女性 你说你给他一些经济的补偿 最后他愿意翻供 这个在法庭之前的翻供 也是在神在上帝面前的翻供 做伪证是有罪的 不只在法庭有罪 在神的面前也是有罪的 你逼迫一个人逼迫到这种程度 性侵之后再逼迫他做伪证 用的是金钱用的是权势 所以世界的不公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难怪很多人着迷于权势 那也只有我们这些傻子 我们这些愚人才会觉得说 就是要让这个世界公平公正公义 然后让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 可是这永远就是一个愿望 我们要往这边这个方向来前进 所以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仁虚努力 这个是非常沉重的一个呼吁 我们下一集见 手脚冰冷别烦恼 暖味暖宫护腰 暖宫护腰 行动电源水擦即用 可水洗 可拆开使用 爱用者推荐 健康首选